花莲市的知名地标米老鼠最近是戴上了口罩了 这是花莲市公所为了加强防疫的观念 以鲲守的方式帮米老鼠戴上了口罩 4月16号这一天还换上最夯的粉红色口罩 吸引了许多路过的民众停下来拍照打卡 大家都说太可爱了 防疫期间人人都要戴口罩 连花莲市的知名地标米老鼠也不例外 原本是戴蓝色口罩 为了配合现在最夯的粉红色口罩 16号下午再帮米老鼠换装 这是花莲市公所加强防疫宣导的趣味创意 那主要是这段时间大家都闷了很久 那戴口罩也是全民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那尤其是新冠状病毒 那在全球肆虐造成非常多的人都生病了 那但是台湾的 庆幸的是台湾的疫情有逐渐趋缓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松懈 所以用一些比较苦手 比较好玩的方式提醒所有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戴上口罩 不论在公众场合或者是人口密集的地方都务必要戴口罩 那这次我们也有推出一些宣导的影片 也是强调戴口罩跟我们读书 可以线上读书的一个方便度 那还有在粉红口罩的部分 前一些日子有一些孩子 粉红色的口罩比较不敢戴 所以我们马上去把我们的米老鼠的口罩 等一下会把它加工改造成粉红色 也希望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够互相提醒 彼此之间都要戴口罩 许多路过民众看到米老鼠戴口罩 特别停下脚步拿起手机来拍照 大家都说太可爱了 在拍照 没有 我就想说刚好经过看到 说奇怪 对 你这是花脸的朋友 对 花脸的 他那时候跟之前的印象中有什么 不得好吗 就突然戴了一层口罩觉得奇怪 很奇怪 可爱吗 可爱啊 你却有符合现在的环境吗 有有有有 你看 现在又有疫情发生 所以蛮适合的 突然停下来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太好笑了 太好笑了 没什么原因 对啊 觉得很可爱 你们觉得这样子是OK吗 OK 就是宣导一定要戴口罩 对 现在这个很 疫情很严重 对 其实还蛮酷的啊 很符合现代的就是大家要戴口罩 他等一下要放粉红色 他等一下要放粉红色耶 对 所以我现在在戴粉红色 应该很可爱 你比较喜欢粉红色还是蓝色 都不错 大大的粉红色口罩 罩住了米老鼠的鼻子和嘴巴 市长温家贤呼吁 连米老鼠都戴口罩了 所有的花脸乡亲 一定也要记得正确佩戴口罩 防疫期间 大家都不能够掉以其心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